欢迎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世代 优秀的好人才愿意为国家来服务 国民党放眼2024年总统大选 但同时也掀起了国民党世代交替的浪潮 那我们今天参加的是党内的初选 那人人只要是党员 我们都有资格能够来参加 国民党青壮派议员纷纷表态 要参加党内立委初选 不过据了解农历年前才传出国民党中央 有意把徐晓鑫和罗志强 安排到中正万华区许林大同区 没想到年后两人就表态 要投入各自本命区参选立委 四年前呢 我也是全力的帮忙费永泰委员 那现在我有我的人生规划 那我想我们也是互相尊重 一起好好的竞争 我想不会因为初选的关系 那党内的同志就撕破脸 虽然现在党内大多认为 大环境对蓝银相对友善 但如果新北市长侯友宜 能够扛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重责 对中南部选情将会大大加分 除了绿地变蓝天不是难事 立委版图又可能跨越卓雪席 不要忘了我们现在在立法院的十次 还是少数 然后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立委的战将 来为台湾共同为台湾来打拼 目前国民党中央已经沿拟立委初选提名机制 倾向以全民调初选 世代交替说很容易 但坐又怕伤和气